要说民国时期的上海滩 谁的牌面最大 那肯定是黄金荣 他是孙中山最信赖的人之一 还曾破获过民国第一大案 杜月笙就是他亲手带入行的 孙传芳 张宗昌等大军阀都和他有交情 蒋介石哪怕当上了民国总统 也要给他磕头败寿 上海解放后 总理还亲自批示不要轻易动他 可以说从他一个人身上 就能看到半部中国近代史 而这一切传奇的开端 还要从大清同志年间开始说起 1867年黄金荣出生于一个捕头世家 他的父亲黄炳权是个探案高手 名震苏州府 但很可惜的是 黄炳权虽然能破案 却不会混官场 只能落魄地举家迁往上海 黄金荣也从小少爷 变成了装表店的学徒 但黄金荣并不甘心就此平凡下去 他凭借从附近那里学到的破案技巧 成功进入了上海县衙 每两年就从差役升到了捕块 得到了正式编制 可天有不错风云 随着上海租界范围不断扩大 上海衙门已经成了兰州拉面里的牛肉 毫无存在感 于是黄金荣便在25岁时辞去公职 考取了法租界的便衣寻补 不过法租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混 养老爷们只会动嘴 所有事情都交给黄金荣等20来个华人去办 可法租界那帮会林立 火拼流血简直是家常便饭 他们就算搅拿后脑勺也管不过来 于是黄金荣便想出来一个阴招 以黑制黑 黄金荣刚到上海时 为了不受欺负 曾经败过青帮的码头 所以他非常明白 帮会斗争无非就是为了钱 于是他借着青帮的身份 约谈了辖区内的两个流氓头目 跟他们开诚布公的谈好了保护费的分成 并且规定以后不管有什么事 都要先找他商量解决 不允许私自动用武力 这样一来黄金荣辖区内的斗殴火拼等治安事件 就减少了很多 他也因为摆平了江湖争端 获得了青帮内的广泛支持 同时黄金荣的探案工作也没落下 他收买了不少地痞乞丐小偷 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信息网 哪里有谁犯了案 他第一时间就能知道 破案也变得轻而易举 于是黄金荣又成为了法国领事馆的红人 洋人遇到什么案子都指明要他来办 甚至还被称为租借治安长城 但不管黄金荣在法租界多威风 上头始终有洋人压着 他便在租界外的权力真空带 扩展新地盘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黄金荣结识了他的真命天女 林贵生 林贵生的父亲是青帮大头目 手下的青楼是法租界周边最红火的 林贵生是个独女 也经常帮父亲打理生意 黄金荣要想扩大地盘 免不了和林氏妇女打交道 于是黄金荣就开始极力讨好林家 这一来二去 他竟然和林贵生产生了感情 虽然黄金荣已经三十多了 还一脸横肉 但林贵生偏偏相忠他精明能干 便主动向黄金荣提亲 想要招他为赘婿 和他一同经营林家产业 黄金荣没想到自己这只老蛤蟆 还能吃上天鹅肉 哪里还管得上名分问题 马上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有了林家的支持 黄金荣在青帮内的地位也节节攀升 很快就开设了自己的堂口 是当时上海最年轻的青帮堂主之一 随后他又靠金钱 拉拢了杭州青帮的首领李修堂 从李修堂那学到了青帮的传统艺能 绑票和放赌局 因为黄金荣自己就是寻补 所以他干起这些勾当来 简直不要太轻松 一票买卖经常能赚到十万银元以上 凭借这些非法收入 黄金荣又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门徒达到千余人 到二十世纪初 他已经成为了上海滩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但这仅仅是黄金荣巅峰期的起点 一九零七年一次偶然的会面 才是他飞黄腾达的转机 当时孙中山先生为了联络革命志士 需要频繁的出入上海 但孙先生当时是清政府的通缉要犯 所以他只能在租界里寻求保护 恰巧 孙先生的同盟会里有一个成员 同时也是黄金荣的门徒 于是这个成员便找上了黄金荣 请求他保障孙先生的安全 没想到黄金荣竟然完全不在意清政府的通缉 十分爽快的同意了这个请求 而黄金荣之所以敢跟清政府对着干 保护孙先生 就是因为他的产业 全都依托于上海这个开放的环境 而清政府是封闭保守的 如果能彻底推翻清政府 那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因此他才会支持孙先生的事业 此后孙先生只要来到上海 安保工作都是由黄金荣全权负责 哪怕是民国成立后 孙先生也和黄金荣保持着联络 先后写过数十封信感谢他的帮助 黄金荣也通过孙先生 结识了不少国民党元老 为他日后的发展积累了人脉 紧接着 在191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更是让黄金荣成为了国民党的功臣 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 宋教人在上海遇刺身亡 居国上下都为之震惊 国民党怀疑此事是袁世凯所为 便不再信任政府的调查结果 转而找到了他们最信任的警探 黄金荣 希望他能破获这起民国第一案 而黄金荣也不负所托 仅仅用了三天 就将刺客武士英捉拿归案 但很可惜的是 武士英在狱中突然死亡 他背后的主使到底是谁 也就成了一个谜团 但黄金荣还是凭借这个案子 成为了国民党最亲密的在野友人 许多国民党人也纷纷倒向黄金荣 这当中就包括陈启美 陈启美曾击毙过袁世凯任命的上海镇守时 还在1915年11月领导过上海海军起义 但在袁世凯征地后 陈启美就被北洋政府暗杀了 这个时候又是黄金荣站了出来 将杀害陈启美的五个凶犯绳之以法 此后虽然国内陷入了军阀混战 国民党逐渐示威 但黄金荣和国民党的缘分并没有完全断绝 1921年一个叫蒋志清的国民党员 托人找到了黄金荣 希望能得到他的庇护 黄金荣想到孙先生曾交代他 要尽力帮助国民党 便同意见一下蒋志清 没想到刚一会面 蒋志清那头便拜 还双手奉上了拜师帖 正当黄金荣一头雾水的时候 蒋志清也说明了来意 原来他曾是陈启美的小弟 现在做生意赔了几十万打烊 希望黄金荣能看在陈启美的面子上 帮他一把 黄金荣一看这个年轻人 与自己颇有渊源 便同意收蒋志清为徒 不仅帮他搞定了巨额债务 还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回到孙先生身边继续革命 就在同一时期 黄金荣帮助过的另一个年轻人 也开始崭露头角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杜月生 杜月生十几岁就进入了皇宫馆干活 便很快被黄金荣提拔为贴身随从 大夫人林桂生也非常喜欢他 还把皇家的烟土生意交给了杜月生打理 当时上海滩的烟土都掌握在大八股党手里 黄金荣的烟土生意还不成气候 只局限在法租界内 货源也很不稳定 杜月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网络了一些亡命图 直接做起了五本的买卖 抢劫 杜月生第一次出手 便抢到了一整船的烟土 转手就卖了几十万打烊 有了杜月生这个得力助手 黄金荣的烟土生意 也从法租界拓展到了整个上海 就连大军阀孙传芳张宗昌也来找他做生意 1925年 黄金荣还成立了专门贩卖烟土的三星公司 由杜月生出任总经理 另一位上海滩大行张孝林也入股了该公司 据传在巅峰时 三星公司每年能盈利五千万大洋以上 相当于北洋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但盛级必衰 年近花甲的黄金荣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 1927年3月 国民党北伐军逼近上海 跟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黄金荣却如临大敌 因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竟然就是当年拜他为师的蒋志青 黄金荣很怕蒋介石会因此而为难他 甚至还想退回蒋志青的拜师帖 但蒋介石不仅没有计较过去的事情 还亲自拜访了黄金荣 一口一个先生叫着 搞得黄金荣成皇成孔 总觉得蒋介石找他不是单纯叙旧那么简单 果然蒋介石找到黄金荣 其实是有一件大事需要他帮忙 当时我党和国民党产生了一些矛盾 蒋介石便想以此为借口 对我党实行暴力纠缠 但蒋介石碍于面子和舆论 又不愿意自己动手 于是他就想到了青帮 希望黄金荣能替他当柜子手 黄金荣也没有推辞 随后就联合杜月生张孝林 成立了流氓搜捕队伍 协助蒋介石执行了惨无人道的412政变 殊不知 这一暴行不仅让黄金荣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也让他的大亨生涯走向了下坡路 在412政变中 蒋介石发现杜月生更心狠手辣 对政治也更加积极 于是蒋渡二人便展开了一系列合作 杜月生帮蒋介石搞钱 蒋介石则帮杜月生扫清了往上爬的障碍 当然这些障碍里也包括黄金荣 到三十年代后期 黄金荣实际上已经退居幕后 只拿旧产业分成 很少过问江湖市了 松户会战爆发后 黄金荣的荣记大世界娱乐城 曾收容过上海难民 也算是为抗战做了贡献 日本人和汪精卫也找过黄金荣 希望他能为侵略者办事 但都被他拒绝了 只能说他还是有一点良知的 1947年 已经沦为上海滩吉祥物的黄金荣 迎来了80岁的生日 蒋介石还欺负上海 为他叩头祝寿 但所有人都知道 黄金荣的黄金世代早就过去了 如今蒋介石能来 正是因为他已经不再有威胁 1949年 上海解放前夕 曾有很多人认为 我党会对他进行清算 因此劝他去香港或台湾 那里有很多青帮弟子 可以保他性命无忧 但这些人实在是低估了 我党的格局了 对于黄金荣等帮会头目 中央鉴于他们没有趁机作乱 已经决定宽大处理 总理还亲自指示 观察一段时间稳定为主 1951年 黄金荣在上海文汇报刊登了自述毁过书 希望能清洗过去的污点 重新做人 为了表示自己已经弃恶从善 他还做过扫大街的工作 两年后 这位传奇大亨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他所代表的黑恶势力 也从上海逐渐消失 可以说没有黄金荣 上海滩的传奇色彩将会暗淡许多 但同时 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略 大亨们光心亮丽的背后 隐藏着无数的肮脏惨案